蔣家第四代蔣友钦 上个月才接受中国浙江省凤化台办招待 展开寻根之旅 发表许多争议言论 而今天上午他现身士林地检署 对着镜头用金晶体 也是中英文夹杂大吼大叫 他表示自己是遭到恐吓来开侦察庭 不过因为他情绪上当激动 也让在场人员傻眼 看到媒体中金晶体怒呛 蒋介石 曾孙 蒋友钦现身士林地检 压生帽反带还穿吊嘎相当轻便 但他似乎很多话想说 五天前我怒骂一个记者 烧伤我的手的记者 我怒骂一下就可以上媒体 那是你们现在这个不上媒体 在地检署外头怒吼 原来蒋友钦来开庭 他说自己遭到恐吓威胁 日前已经提告 但蒋友钦常因脱续举动 要上社会版面 结婚后虽然形式作风转为低调 不过他上个月又因为赴中国拍片 引起正义 这是蒋家第四代 蒋友钦我们就是回宁国奉话 寻根 直接说这是寻根之旅 蒋友钦和网红一起拍片 还说为什么要去美国当外人 不来中国当同乡人 大喊两岸一家亲 让网友好傻眼 没想到这回又失控大吼 恐怕让蒋家人头很痛 记得综合报导 文字幕扭导